大家晚上平安 感谢赞美神 好 五月份我们有这个家庭 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是 联合营会是 好像很多年 我忘记是在2011年 没错 我只记得是在马尤甲的一个 马尤甲还是波德森 我去那里是马尤甲 我忘记是 2017 18 18 19年 大家好好的去预备你们的时间 我相信 神能够让我们 接着这么多年 让全体嘉义山的弟兄姊妹 能够再次的聚集在一起 一定有上帝的一些的工作在大众 大家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我们可以跟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 除了一起来 相聚之外 我相信 我们也可以接着在整个的营会当中的相处 我们可以来彼此的鼓励 我们也相信 这次可以很难得的邀请到来自沙老月 蒙福教会的主任牧师 灵异中牧师 我相信一定有神一个特别的工作 要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Amen 所以还有包括青少年营会 所以青少年们 这里谁是青少年的 把你的手举起来 慧玲 举啦 我不敢举 我都敢举 你不敢举 来再讲一次 谁是青少年的请举手 微信都举 你看 记得这个Camp是很特别的 上次我们有The X Moment 是在教会 然后全体的青少年一起在教会 一起在那边冲凉 那是一件很挑战的事情 他们 丑委会们说要再举办 2.0的时候 我一直在祷告 希望不要再教会举办 因为当时你懂 是负责哪一个部门吗 不可以有好听脸的名 卫生部 我当时是负责哪一个部门 这个可以 我当时是负责卫生部 想下这么多人 要挤在一个教会里头 我告诉你 非常的简单 感谢神 神听了我们每一个当时 负责那个卫生部的人的祷告 这次我们去到古诺布 来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请找你们 赶紧预备你们的时间 去报名 好 我们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的爱 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常常的 无论在面对怎么样的困难 以及挑战当中 你的爱仍然的信实在我们当中 谢谢主 奉耶稣就有名字 我们一起祷告 Amen 好 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一起 分享学习的主题是 完成使命 活出诫命 好不好 我们一起大大声地 一起来说一次 一二三起 完成使命 活出诫命 好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当他回到天父的旁边的时候 他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颁布了两个非常重要的 instruction给我们 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谁知道 上一次我讲到有人答对 我还没有请他 这趟人家 这那位 那下的那个姐妹 耶稣在世的时候 颁布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是什么指示 第一 是大使命 耶稣说我们要去 使万民做主门徒 第二 神颁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就是 第一就是你要爱人 如极 然后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 就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们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 非常清楚 以及明确的一个目标和意向 当然神也会 借着主任牧师的领受 在每一年底我们教会 有属于我们各自的一个的意向 以及一个的标题 包括在不同的教会里头 所以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好 大家都来到这样的阶段了 我们一起来宣高教 好 一二三起 殷勤火热 积极装备 做主精兵 见证主明 好 声言二十九十八说 没有意向 明就会放肆 为遵守律法的 变为有福 所以神很爱我们每个人 他怕我们 当他走老过后 他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们会慢慢来 所以他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 印象 第一 你们要去使外面做主的门徒 就是我说的 这一个的大使命 第二 你们要尽心尽力 爱我这一位神 其次你们也要爱人无几 这是我给你们在这个世代当中 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以及一个的方向 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有宣告 我们神也给我们教会 有特别的一个的意向 和一个的目标 但是这一个的大使命 以及大戒命 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代里头 都要去完成 都要去带着的一件事情 我常跟我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说 大使命就是你的右手 大戒命就是你的左手 当我们去拥抱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是要带着大使命 以及带戒命 我们不能够只是爱他 我们不要把福音给他 我们不能够只是说 我把福音给你 但是我不要爱你 我只是把福音给你 我只是跟你说 耶稣很爱你 就够了 不能 所以大使命在马太福音 第28章也就是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这是我们的大使命 也就是我们整个的 加一山社区教会的一个 神给我们原一开始 很重要的一个DNA 加一山社区教会 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加一山教会也是一个 回红 加一山教会也是一个 无强的教会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没有限制的教会 不管我们去到哪一个的地区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上帝的大使命 可以说阿妹吗 接下来我们的教会 神也给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指示 就是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马可福音12章 30到33节 你们要尽心尽信 敬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 诫命更大的 阿们 大使命以及大诫命 圣经说 当你如何的来爱你自己 就如同你怎样的 去爱你旁边的那一位人 我们要尽全力 简单来说就是 你要尽你的全力 来爱你的这位神 来到神的面前 是没有任何的借口的 你不能就是不能 没有一半一半 我需要神就是需要神 我没有说神 我这方面需要你 然后可能星期三 不用 星期三我觉得我比较有 比较有力量 可能神 星期五 我不要需要你 因为星期五要祷告会了 要主屋聚会了 是这样吗 不是对不对 我们需要神是每天的 祂是没有一个的 没有一个所谓的有分阶段性的 所以我们爱神 一定是尽全力的来爱神 阿们吗 哈利路亚 所以其实我们要爱人如己 今天我们都懂得来爱我们这一个人 我们会把最好的都给谁 给我吗 我们都把最好的给我们这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如何的来爱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习如何的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不管是这一个的大使命 还是说这一个的大诫命 以及包括我们教会每一年的主题 你看很多 我们只是读那个重点 然后这边还有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每一年我们都很多这个神给我们的特别的一个意象 以及一个方向 但是这些呢 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教会的一个的形式 它也不是一个所谓教会的一个某种的一个的活动 今天不管我们要去完成神的大使命 还是神的大诫命 还是我们要完成这些神给我们教会很个人的一个的方向的时候 总结来说 我们愿意的去做这一切的东西 我觉得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神的爱 包括神也会有很个人的一个的所谓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这一切我们讲了这样多 唯一的动力我觉得到在预备今天的晚上的讲章的时候 我觉得唯一的动力就是在雅各书这里说的一章四节 就是神的爱 唯有神的爱吸引了我们 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的力量 去去活出那个大使命 去去活出那个的大劫命 去去走在上帝给我们的个人的计划里头 雅各一章四节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并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甚是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 爱中相遇 其中一段歌只说 神的爱吸引我们 我们要来快跑的来跟随他 今天我们如果做的一切 不是因为被神的爱而吸引的话 请原谅我说的这么直接 那一切都是虚假的 我们连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事 我很愿意的做这个 我很愿意的做那个 如果你的动机不是因为被神的爱吸引 是危险的 胡同犹大 他爱神 他跟着神的旁边 当时跟着耶稣去这边 又去那边 然后又去那边 这边这边 但是他的动机 不是因为神的爱 是他最后过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下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当我们立志的要去活出使命 完成诫命的时候 我们的动机一定是要先被神的爱而吸引 为什么这么重要 当我们被神的爱吸引的时候 我们会很自然的去愿意做一件事情 我们爱个人是没有条件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爱你 我想要把最好的给你 就是因为我爱你 我想要去满足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 雅各说 所人们在写这个的 情节的时候 约你来吸引我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包括末后世代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什么 新父 末后的跟神的关系 就是一个新父跟一个新郎的关系 我们要像童女一样 预备什么 预备好自己 等待那一个的白马王子 耶稣来接我们 一起来进入到那一个 祂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一个的地方 所以今天你要告诉你自己 因为所做的一切 是因为神的爱在吸引着我 每一天成为我的东西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做 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就是 三分钟恶度 也可能是好一点六分钟半 可能再积极点 可能有九分钟半的恶度 又或者是说 你常常对所谓的大使命 当教会在提到大使命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 当教会在提倡我们每个人 推动我们每个人 要去参加营会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 其中的一个危机就是 你还没有被神的爱惜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 就是唯一的一点 就是我没有被神的爱惜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真的爱他 你真的因为他的爱 让你们走在一起 所谓的牵连在一起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 你都能够去走过 跨过那个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因为神的爱 Amen 好 我们看下来 神的爱是什么 Acapo在希腊文里面 他是一个要下定决心去爱的 也是什么 也就是一个可命令下去的爱 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 为了我们的罪 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是带着什么爱来 是带着爱加倍的爱来 他因为他爱谁 爱天父上帝 所以他下定决心的来爱我们 你记得吗 在克西马医院的祷告 耶稣怎样祷告 当耶稣要被卖的那一页 留着类 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 当时候 耶稣才是一个 道成肉身的一个 活生生有感觉的一个人 那个的挣扎 我们可以去感受 可以去体会 明天他就要被出卖了 但是他仍然 因为爱加倍的爱 他下定决心的去 因为他爱天父 所以他愿意的去完成 这一个其中 天父在他身上的旨意 第二是什么 他是一个可被命令下去的爱 今天可能有很多时候 我们要爱一些的人 我们可能要去到一些地方 传福音的时候也好 还是要做一些福音的工作的时候都好 第一个 我们人的本能反应 情感反应也好 还是我们圣灵的反应 任何的情绪上面的一个 很直接的一个反应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说 我们一起去澳洲宣教步道 你第一个反应说 好啊 不错啊 顺便去看一下袋鼠 踩一下苹果 如果我跟你说 姐妹今天我们一起去 印度宣教 不要啦 那边的东西 好像不是很干净 姐妹来 我们一起去南非 来宣教 一起传福 不要啦 那边听讲 好像不是很安全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情感上的人的 本能的第一个的反应 但是爱加倍的爱如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这个命令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被命令下去的去爱每个人 每一年我们教会的年尾都会有不同的主别 有举办这个爱宴啊 圣诞感恩聚餐啊 去哪里 去谷谷啊 去哪里哪里 我相信每一个参与的人 以及在当中的每一个侍奉员 他们愿意的服侍的时候 他们愿意的答应 所谓的答应教会 来进行那个服侍的时候 不是因为那个每一年的那个年尾的 所谓的感恩聚餐 感恩聚餐还吃什么 分分钟你们 其实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东西 可能都好吃过那一个的感恩聚餐 对吗 所以每一个愿意在服侍的人 包括现在正在服侍 包括每一个正在准备要进入到服侍 岗位的弟兄们姐妹们 我们是因为被神的爱吸引 就算我可能会有很挑战 可能我不是一个很喜欢 站在人面前讲话的那一个人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被命令下去的爱 为什么 因为是神的大使命以及大诫命 要我去完成 好 下来我们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完成 以及活出这个大使命以及大诫命 第一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神的指示 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也就是我们要完成 我们人生的一个目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 一二三起 阿们当时保国在写这封书信的 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单单针对写的当时哥林多教会 的教会而已 当时哥林多教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判教的问题 因万的问题 种种 还没有到 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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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看来很败坏的事情在当时的教会 你知道吗 当教会出现问题 当你的周遭有人开始不属灵的时候 你就算不属灵喔 你会突然变属灵的 大家要明白我意思吗 你就算不属灵 可是你如果周围有发生不属灵的事情 你会突然间变属灵的喔 不能啦 You know 不能啦 不能不能不能 诶 不能不能不能 那可以这样 你是职灵 你本来不属灵的 但是因为旁边有人发生不属灵的事情 你突然间变属灵 当时哥林多教会就很面对这样的问题 周遭整个的教会包括环境 面对很多看似不属灵的事情 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变成属灵 开始在教会批评论断 把我知道了 他写这封书信 鼓励当时的每一个的 家人们 你们勿要兼顾不要摇动 昨晚上祷告会我们有祷告说 我们要忠心 兼顾的其中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忠心 不要因为别人不属灵 不要因为教会有这样的问题 而影响了你的关系 再来是什么 要常常谢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我很相信一件事情 神除了点 我们在这个世代两个 重要的指示 大使命 大诫命 以及各教会的 大体意向 神也会把很 个人的 一个意向 放在我们身上 多少人你很清楚 已经知道 神有把一个很个人的意向 跟计划在你身上的 如果你知道可以把你的手 举起来 Amen 如果还不知道的 不要紧 我要告诉你 一定神会有给你一个 很个人的意向 为什么 这个经文 把我是写给当时的弟兄姊妹 也就是说他是 针对当时的弟兄姊妹说 你们要完成 你们要谢力的完成 你们 个人的主公 我再说一次 要完成你们个人的主公 不要因为环境的问题 而影响 而偏离了 你生命当中 神要给你去做的事情 刚才我记得 我们的领师采龙姊妹有说了一句话 我们很多时候很忙 很多时候忙忙忙 有时候忙到我们自己都 不知道在忙什么 这时候只会你可以放下来那张照片 OK 你是否白忙了一场 你知道吗 成年人的世界 这有人是成年人吗 中年的标准 成年人的世界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你要约 吃一个饭有些时候很难的 比如说你那一个朋友圈 你那一个同学的group 有12个人 你要把12个人 凑在一起 一起出席喔 有些时候可能要等一年两年省事更久的时间 为什么 我们都很忙 但是有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 你正在忙这一件 你正在忙的事情 它是一件对的事情吗 为什么我这样说 神给当时的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是一个很个人的主公 今天当我们要完成 神的工作 只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 动奇妙的工作 你只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 所给予我们的祝福之前 一定先要跟大使命 以及大诫命 做一个的连结 马太福音6章33节说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一切我们需要的神都会怎么样 加给我们 也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先跟神的国 大使命做连结 当我们跟神的义做连结 大诫命做连结的时候 一切需要的 上帝加给我们 我们先完成上帝的工作 上帝会一步一步的显明 给我们看祂的心 我这里说不是每一个人 很多人会误会说做主公 很多人会误会说 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要来做全职 不是不是 不要来抢我的饭碗 不是 神会给每个人 很个人的主公的工作去完成 可能你是职场 可能你是家庭主妇 也可能你是一个 小小的职员也好 还是你正在读书都好 你的主公就是要来 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正在做一件 对的是吗 正在忙一些正确的事吗 刚才我们也在推动 银会 青少年银会 很多时候我们会 把忙这个字先放在前面 当然真的有些时候 会因为一些忙碌的事情 而染住了我们 或是说 会影响了我们 要去做一些神的工作 但是我要鼓励每一个人 当我们愿意的选择 神的爱 神的祝福 往往就是站在中间 他就告诉我们 你要跟不要而已 所以没有对错 你忙你工作 你因为工作而忙 没有办法去 它是一件没有错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因为工作忙 但是你选择愿意的来 到神的面前先 我愿意的先跟大使命 大借命做连结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忙 不愿意休息的时候 我们是害怕什么 我们害怕失去 在职场 我怕我因为忙 我少去那个公司 我少跟公司 走在一个轨道的时候 我怕我会失去 我在公司的名分 我怕我会失去 我在公司的权益 我怕我会失去 在公司的那一个的头衔 但是如果你愿意的 先跟大使命 大借命做连结的时候 神要加给你 阿们 愿上帝赐福我们 好 下来第二点 如何去完成 在长到如何去完成之前 我们来看上张照片 就是我去印度的 去年去印度的时候 那段时间 我记得是去年 在八月份 九月份的时候 我是跟了当地的 一个印度弟兄拍照 我不懂他讲什么 他也不懂我在讲什么 整个过程就是在摇摇摇摇 然后下来这个妹妹 是一位传道人的孩子 她也不懂我讲什么 我讲她拍照比夜 她跟我比山 我还不知道在比什么 然后在跟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 我放钱在我的手上 我要给他们猜在左边还是右边 猜中就是你的这样 然后他们不会 我讲来准备猜 他们就准备在那边看 所以整个过程 我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也不懂我在什么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 我如同这四个字所说的 我欢喜快乐 我曾经 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真的忙 而迷失了一些生命当中的焦点 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忙到觉得说你累了 我鼓励你 塞奥比赤旋交出去走一走 去看一看 让借着那些的活动 让你重新的 回到那一个神的爱 当中里头 他其实没有对错 我再说一次 是看你要如何去 在你的满目当中做选择 Amen 下来 如何去完成 就是我们要毫无保佑的来到神的面前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神很爱我们每个人 Amen 如同他很希望你是一样的 他这样的爱我们 他也希望我们一样的来 这样的来爱他 神借着圣经 神借着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 包括牧师们 还是领袖们 常常借着这些周遭的环境 不断地在告诉我们 孩子 我很爱你 并且他也告诉我们 他是怎样的爱我们 他是如何的来爱我们 都在圣经里头 写得很清楚 今天当我们要去 决定要去使外面做门徒 主啊 我愿意的去完成 这一个大使命 主啊 我愿意跟大使命 来做一个连结 主啊 我愿意的去行出 那一个大诫命的生命 主啊 我愿意的来跟大诫命 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连结的时候 唯一的东西 很简单 就是把你自己献上 献上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已经是没有条件了 你已经是没有权利了的 我把我自己献给你 就是主啊 我把我自己献给你 就是任由我们 任由神来做摆布 神叫你走右 我们就开始走右 看起来很卑微 对吗 看起来很像很没有权利 常常领事的说 来我们往左边 就往左边 你时候领事也是很爽的 这样你懂吗 来弟兄姐妹 手举起来 举起来 弟兄姐妹往右边 你们就往右边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 看起来似乎好像 你失去了所有的权益 看起来似乎你在 卑微的过着一些生活 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这句话的经文 到底是如何的 你会感受到神的血 当你将身体献上的时候 你唯有去尝试 我相信我们都有经历过这个 对吗 当我们很坦然的让神 自由的摆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一切是如何的 多么的美好 今天当我们决定 去使外面做门徒 今天当我们决定 去爱人无几的时候 唯一的重点 我们常常会把 可能宣教也好 一些布道会的工作 把他的认定为 他不是只是单单的让人家知道 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位人叫 耶稣爱他们而已 宣教也好 传福音也好 还是去爱人也好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个人能够来认识 这位耶稣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那个人来认识我们 我的工作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你 唯一的东西就是让他知道神很爱他 然后让他来经历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的爱 怎么样来做这些东西 很像很难 你会说 我没有口才 我怎样去做大使命 我又不会讲话 我又不会讲道 可能我又是 可能 一个闹人群 我就口吃了 我是一个不会表达爱的人 我本身是一个不会表达爱的人 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的爸爸是不会像 我很羡慕一些家庭 他可以跟他爸爸妈妈这样 一见面就爸爸妈妈 我是一个很羡慕这样的家庭的人 如果家人们 你的家庭 你的父母是愿意的 常常来拥抱你的 请珍惜 不要就是 耶不要 传福音也好 活出见面也好 对我来说 我觉得只有一个是最有能力的 就是你生命的见证 在十足心传有一句经文 我们很熟的 常常我们在为人家 祷告家人的时候 我们说 当信 什么 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怎么样 都必得救 这里说的这个信 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为说 我一个人信了 全家庭很像 有一个力量这样 全部都接受耶稣 不是 原文的意思说 这个信 它是一个单数的意思 你这个人 怎样信耶稣 你这个人 如何的信耶稣 你这个人 因为 怎样的 因为信 活出生命的时候 你旁边的家人 会因为你这个的信 也跟着你一起来 相信 这位 主耶稣基督 保罗曾经 因为传福音的关系 被 跟希拉一起 被当时的这些的士兵 抓到煎熬里头 大家知道 这个圣经的故事吗 保罗因为什么 缘于被抓 因为大使命的缘故 他走遍各大的欧洲教会 各大的欧洲的大臣小事 当时就因为 偏偏 因为一旦 被当时的士兵 抓到煎熬里头 保罗因为大使命的缘故 被抓到煎熬里头 但是我们读 菲利比书 读下来的时候 当他被关在煎熬的时候 保罗怎么样 他不摇动 他没有因为 他正在关在牢里头 而自哀自怨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小心 因为做主公 受到一些的 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 自哀自怨的感受 给说出来 最后的一个大招就是 牧师我觉得我要退下了 我觉得我还是要传承 传承这句话 千万不要随口说出来 昨晚上我们祷告会有说到一句话 一个人当他如果不忠心 不坚固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容易变心的人 一个容易变心的人 换个反面来看 他是一个在基督里头 跟神的关系 他是一个很花心的人 阿们 保罗在当时整个的煎熬的过程 他没有动摇 他还跟希拉 拿那个铃骨那边唱歌 我不懂他唱我没有歌 可能我就想下一节歌颂 他答应一节歌颂 赞美 然后突然间 圣经讲什么 天地震动 牢房怎么样 开了 重点我们知道天使去救他 但是当时有没有人得救 士兵得救了 保罗做了什么 大揭鸣 当我们因为使命 去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的时候 当我们在跟家人的一些关系争吵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了 我们要出我们找 你的大揭鸣要出来了 我爱佛他怎样讲你 他怎样的辱骂你 怎样的来取笑你 我们坚固不摇动 个人多前书 书这样我是八节说的 为什么 这个季节是神要给我在家里头的个人的主攻 我要去完成 大使命战志志 大揭鸣放准准 我不摇动 保罗不摇动 保罗在煎熬里面没有摇动 于是他让当时的士兵 得到个救援 当我们生命 当你行出大使命的时候 你活出大戒命的时候 你的生命的见证 就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武器 阿们 所以当然下来我们还有一些的实际行动 我们需要去完成 我觉得爱人也好 传福音也好 它其实很简单 我对我个人 我对我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 简单里头 它是一个没有动机的 当我在谈以下的这五点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们是否也是曾经因为别人这样做 而认识耶稣 我们是否也是不是因为别人做了这些事情 让我们愿意的来接受耶稣 第一点就是言语的肯定 爱一个人 跟一个人认识的时候也好 跟他做朋友也好 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去肯定别人 肯定别人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 特别是如果你是在公司的主管也好 还是在教会的领袖也好 还是在家里面做哥哥的 做姐姐的 还是在家里面做爸爸妈妈的 我们都要学习这个功课 去肯定别人 这是我每一天都在学习的 当一个人发生一些问题 发现一些状况在你面前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反应就是用言语去 怎么样 去否定他 为什么你这样 我不说那个字 为什么你这样 这样你都不会 我们要去用言语去肯定他 爱人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行动 第二就是身体接触 去拥抱你的家人 拥抱身边的这些的弱势群体 拥抱这些 身旁那些有需要的人 刚才你们看的那张照片 那个印度弟兄 一开始我不懂要跟他说什么话 就当那边的当地的传道就说 你去抱他 你去抱他 我那时是很挑战 你知道吗 我们走了大概是 从早上走了大概是到两三天 全身给我们都喊 你知道吗 在整个的印度 它的天气不是算很热 可是就很 怎么说 很hip hip是什么话 很闷 很闷的一个天气 就是说你整身黏黏这样 很不舒服的 然后那张大哥又整身流汗 叫我去抱他 我讲 我就当时有点后悔 我讲 中午我要自己去开一个 自己去做一个开场板 因为我先去跟他 Hello 那个牧师当地的传道就说 这个弟兄很有爱 就讲 你去抱他 我讲 来到这边不下一步也不是 那我就去抱他 当然抱的过程当中 我是真的带着神的使命 我说 因为我是来宣教的 如果我现在不抱他 他会觉得我在嫌弃他 我带着使命去抱他 然后我也把另外一只手 刚才我说了 我的左手拿上来 因为神的爱 我当时真的是想到 我是一个渴望 常常有家人可以拥抱我的人 所以我去抱他 我抱了他 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他没有跟我说 他爱我 他就整个的感觉不一样了 他开始笑了 我就跟他 有人旁边坐翻译 跟他交谈 然后就跟他传福音 为他祷告 他也很快乐 所以其中的一个就是 多去拥抱你身旁的人 第三就是有宿主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要有多 跟人有团契的时间 我们要多个人 透过相处 透过可能一个 可能你找他喝茶等等 但是这个呢 也是需要学习的 不是每个人的社交能力很强的 我本身就是一个 不会主动去找一个新朋友 喝茶的人 我讲了这么多 可能以为我有很多武器 这个一定可以 这方面我很过 我很谦卑地跟大家说 除非我跟你很熟了 有一定的关系 我讲 哎 喝茶 你不喝茶 我一直问你 哎 喝茶 吃饭 但如果跟你不是很熟 我会很难 我要花一段时间 才能够来跨过那一个的东西 我身旁有些弟兄 他们OK的 这个人早上吃饭 就打气 吃饭 然后吃饭不用紧 当然我们跟一些人 不熟坐下来 吃饭的时候 我们会很尴尬 没有什么话讲 例如我是讲 你要吃我们 好 没有了 但是有些人可以 对我 他可以 你要吃我们好 他就讲 比如说你吃鱼头骨 哇 这个鱼头骨好 嗯 好 哇 不懂什么鱼 就可以很多话讲 对我 所以OK 下来就是要有贴心的服务 去服务他们 很主动的怎么样 去行动上面的 去帮助别人 雪中送炭 当你真的有一天 你发生有需要的时候 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 有一个人及时的 去帮助你的时候 那个的举动 是很温暖你的心的 下来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就是接受礼物 透过礼物 我们向人家去表达说一声谢谢 表达说一些可能 谢谢你曾经帮助我 谢谢你这么样的努力 做一些事情 有些时候送人家礼物 它不是只是局限在 你有帮过我什么 比如说你想要去鼓励一些的年轻人 你说哇 你很棒 我送你一个礼物 让他感受到神的爱 如果今天你觉得说 哇 林树很用心在准备奖章 很用心在讲道 你要来感谢 等一下就送我礼物 OK 开玩笑 好 我们说完这五点 我们来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啊 有一个人 连续做这五样的事情 在你的身上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七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当他有一天 邀请你 朋友 我们教会在三月三十号 有这个复活周的步道会 来自八号的这个Buster Ampers 你要来吗 还有我们热灵族 有一个很像 不懂怎么乐队 看那些很像 很厉害的 你要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吗 你觉得他会答应你吗 就算他不要 就算他不要 他也会不好意思 OK 来应酬一下 来应酬也好 我们有些时候 不要点自己太大的那个标准 他就算是应酬你 不管你的事了 他进到门口 你就有分了 谁点你分 耶稣就点你分了 然后剩下都是耶稣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在传福音的东西 我们有些时候可以 他虽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他不是一个需要很急 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和你跟之间的关系 需要有时间去建立 所以在来应的3月30号的 这一个的复活节的步道会 鼓励大家开始找一个人 来Dacker一下 用这五个方法 或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跟他们建立关系先 他一定会被你有收割 我的大姑是一个义贯道 你们知道吗 义贯道的那个主持人 我家有两个帮派 第一个是耶稣派 第二个就是这个义贯道 他常常跟我们讲 哇 你知道吗 他们有些佛教也好 义贯道的 他们了解圣经的东西 分分钟比你还厉害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读圣经 你真的没有两招 我可以跟他阿Q的 我大姑很厉害 他是一个常常我家的一个仇敌 影响我家 有一次我跟我堂哥 还是堂妹他们传福音 差不多要到老的那种 要手又把脚破坏去 那有一次 我开始学习用这个方式在服侍他 当我的鼓掌去世的时候 在三年前 我就开始在他有时候都空在他去吃饭 有时都空在他去新加坡走走 找一下他的一些朋友 然后这段期间会更常多有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爸爸生病在吉隆坡 他时常要去看我的爸爸 所以我就会再从去 载他 然后去吉隆坡 然后又载他 他住在新加坡 然后又载他回去新加坡 然后这样的一段时间 有一天当我在highway上的时候 他突然间跟我说 我想要信你的耶稣 他说我想要信你的耶稣 我当时不懂怎么会讲到这样愚蠢的话 可能是我不甘愿他每次跟我讲 我讲你一贯道不是很厉害 没这么要信 你要信耶稣 他讲不要讲他们 叫他载我去哪里都不肯 我说好 我说我就感谢神 然后我带给他接受个耶稣 阿们 我们把人要归的耶稣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传福音也好 爱人也好 把它简单一点 不要一下子把你的target订太高 慢慢来 他虽然很重要 但是急不来的 你慢慢来 神会预备时间 好 下来 不要可以吗 如果我要 可能要这么多 我不要去活出大使命 我也不要做这个的大使命 好难啊 我要怎样去传福音点 要爱一个人 我可以爱我自己 我都不懂得要怎么样爱 你还要叫我去爱人 有没有搞错 如果今天我们选择不完成使命 我们选择不活出戒命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会没有方向 刚才我说过 我们生命当中 如果你真的要看见神的计划 很多时候 这是我们信主了过后一段时间 每个人都在担心的问题 阿们吗 我们会担心什么 神啊 我的呼召是什么 我心想 神不能这么 你每天问我这个问题 明白吗 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 过后稳定了 我们就开始会问神 神啊 神啊 我的呼召是什么 有吗 有有人做过这个祷告吗 神啊 神啊 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 神啊 神啊 这个工作是不是我要做 你问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神的应许说什么 当你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一切需要的 他会怎么样 加给你 也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先选择 跟大使命 以及大诫命 做连结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清楚 你的方向 神呼召我们 不管去走哪一条路啊 看旁边一定会有两个 packet给你的 第一就是 有大使命的目的 第二 定有大诫命的目的 当你今天因为 大使命 大诫命的原因 跟神做连结 你会越来越清楚 你人生的方向 换句话说 如果你到今天 一段 信主可能很长时间 你也可能还会常常 因为这个所谓的 呼召 跟方向的问题 而让你觉得很困扰 甚至影响你 不愿意的再来到 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要鼓励你 来跟神做连结 来跟神来做连结 所以启示录 二章五节 所以你们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 堕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出所行的事 你如果不悔改 我就引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 当我们不做 大使命 大使命 你知道吗 这个的重要的指示 虽然是 耶稣当时很认真的 对待每个百姓 说的话 可是来到这个世代 越来越多人 不再看重 这个大使命 以及大戒命的问题 圣经也说 未来很多 不法的事增加 人的爱心 都渐渐人淡 特别是 当当现在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 社交媒体 也好 还是一些 所谓的课程也好 都在教导我们什么 好好地来爱你自己 爱自己有错吗 没有错 但是前提是 你怎样爱自己 当一个人 你的爱自己的方式 不对的话 或说你爱自己的 那一个的所谓的 点不对的话 我可以这样说 你会慢慢地发现 你是一个 越来越自私的人 你对身旁 看起来你 在情绪上面 做了一些 很好的管理 为什么 你不会因为 别人的事情 而影响你自己 你也不会因为 别人发生的事情 让你有任何 一丝丝的 情绪上面的波动 这是一个 所谓的爱你自己 但是真正的爱自己 我们说在基督里头 他不是一个 什么都不理由的人 真正的爱自己 在基督里头 他不是一个 什么都不理由的人 其实入二章五节的 重点就是 想想我们当时的 堕落 想想我们当时的 困难 想想我们当时的 一个的处境 是怎么样的 借着神的爱 怎么样的 有人因为 怎么样的 有人因为 神的使命 而诫命 来到我们的面前 你知道吗 每个人还 信主之前 那Pater都是很难搞的 你觉得你自己 难搞吗 在还没有信主之前 不要看你老公 多少个觉得 你在信主之前 是一个很难搞的人 换个角度来想 如果今天要你去 服侍一个 你之前还没有 信主的那一个人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们不谈多 不谈少 无可否认 我们都经历过 曾经的那一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 才有这个就问 所以愿主 帮助我们 各位多前书 九章十六十七节 其实我传福音 并没有什么可夸的 因为这是我的任务 我不传福音 就是有祸的 我若甘心 乐意地传福音 就可以得奖赏 我若不甘愿 责任也已经 委托给我了 把我说 我是欠福音的债 他说我传福音 不是因为我很厉害 不是因为 我是某某老师的门徒 也不是因为 我是犹太子民 被拣选出来的 我传福音 是因为 我欠了福音的债 包括我说 我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 但是我若甘心 做这事的时候 我就有赏赐 很奇妙 也很可爱 在最后的这边说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了 神口里所说出的 每一句话 绝不突然盘回 今天 你可以选择 继续的不要活出使命 今天 你可以选择 继续的不要去完成 诫命 但是我跟你说 没有的选额 神的计划 已经写在你的身上了 你没有的选额 没有的选额 但是如果你有的选 但是如果你做个选择的话 也就是说 当你甘心做这事的时候 你就会有赏赐 如果你不甘心 但是你还要做 你也必须要做 你也一定要去做的时候 你还是能够做 但是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 会有很多的埋怨 中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花心 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你的心是不甘愿 所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package 你自己为你自己设计 有很多不一样的 Plan B Plan C也好 Plan D也好 Plan到Z也好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不甘心 所以我们是懂得做选择的人 Amen 我们是懂得做选择的人 Amen 好 讲到最后 这时候我们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分足一下 大家可以三到四个人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传福音和爱人无喜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行出大使命 跟这个活出大诫命的 这两者之间 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困难的 你可以在你们那几个人当中 来分享一下 来讨论一下 然后来告诉他 哪一个是你最困难 那接下来就是你 今天知道了 我的生命必须要先跟神的大使命 以及大诫命做延结的时候 你打算接下来 你会做怎么样的一些的调整 你可以说 好 我决定就是 打个一个人来 好好地去爱他 用那个爱的言语的五个行动 好 我决定了 今天我要去开始活出大使命 好 我知道过去 我生命当中没有方向 是因为我跟神的大使命 大见面没有做延结 今天开始我愿意的有一个延结 好不好 可能三到四个 我请同工帮忙我一下 可能三到四个大家可以 就简单的 大家才会讨论着 这两个重点 就是在传福音 以及爱人无几里头 哪一个是对你来说 哪一项对你来说 是一些很困难的事情 是什么好似的呢 我觉得 有些食品 好 你可以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很谦卑的跟他说 曾经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的伤害 这样的一个的事情 让你影响的话 你不再传福音 不再爱人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很谦卑的告诉他 跟他来分享 哈利亚 哈利亚 感谢主 哈利亚 陶根晚个敬拜团也是可以上来的 哈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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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很热烈的讨论 感谢主 妈妈给你讲的一种 感谢主 好 感谢主 所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所以不管是曾经有好的经历 还是曾经有失败的经历 我相信 当你愿意的做改变 调整的时候 你会看到神怎样的来帮助你 哈利古亚 哈利古亚 好 感谢主 大家如果好了 就再继续的来看上来 我讲完最后一个点 我就结束我今晚上的 讯息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在约翰福音 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卫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句话 刚才我们讨论了 第二个问题是 你接下来会怎么做 如果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你说 好 接下来 我要开始学习的 去怎样的爱我自己 我也要去爱我 曾经那一个很讨厌的人 好 我决定了 接下来 我要去找一个人来做 做刚才林叔说的 那一个五个的 爱的言语的行动的行为 我准备预备 要邀请他来参加 三月三十号的 那一个的布道会 我要鼓励你 你不用担心你不会 神说我去 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但是我不是 这样的随便去 我会帮助你们 他用谁来帮我们 他给了我们一个圣灵 神是一个很有秩序的神 神是一个做事情 很有原则的神 他不会随便的 把一件事情丢给我们 所以他去了天父那里 当在这个活着的我们 他给了我们 最好的朋友是谁 圣灵 圣灵会给我们智慧 他会给我们当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先不谈能力 先不谈恩高先 我们谈 圣灵会给我们当说的话 传福音 以及爱人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讲 对的话 我曾经因为跟人家 讲一句话 你染那个头发很好看 他就很长了一段时间 不要跟我讲 我讲我到底得罪他什么 过后他才跟我讲 原来那个头发是 他要的颜色 不是那个颜色 然后就偏偏 那个颜色 其实真的是不错 可是就不是他要的颜色 不是人家每次看到他 就讲 哇你头发很好看 就是每讲一次就伤他一次 每讲一次就伤他一次 所以 讲对的话很重要 Amen 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 讲对的话 当你对的话一来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来了 神的同在就来了 Amen 好 我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我就结束我今晚上的额讲道 好 上个星期我们就TA 就是在山社区教会的宣教部门 我们就是举办了这个整个月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的工作 我们有去到国外的也有去到本地的 然后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本地的一个短学的一个的reader 所以我们就跟了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 还有我们社工中心的这些青少女 我们就去了Google这个地方 去这个地方邀请那边当时的居民来 我们感谢神 其中的一位Aunty 本来我是没有预备住那边的 但是她就说 我有度假村 让你们免费去住 所以我就本来交代他们 带sling bag的也没有用到 所以感谢神 神的恩待 重点 我们去到当地 你知道吗 在Google整个这个地方是一个渔村 就是在渔村的地方 他们都是几乎是100%都是拜拜的 他们都是祭拜偶像 所以当我们去到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给我们团队这两个东西 就是重要的知识 去传福音给他们 第二 去爱他们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学生 就是还没有步道会 还没有开始之前 每个进来的人 就会坐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给他们按摩 感谢主在按的过程当中 其中一个Uncle得到医治 他说哇 我按了过后 我的脚已经不会痛 他原本脚一直麻痹的 感谢神 然后过后 感谢神 我过去的超越那一位教会 我也学教会 教会的一些步道会的方式 然后我去那边做幸运筹奖 然后我就 所以你看那个孩子很开心 我不懂他开不开心 我是很开心 所以你看 你看我是笑到我是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愁到那个不是他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不管他开不开心 你看我 我是真的是很开心 所以下来还有一张照片 所以当时候我们 这是当地的人 所以感谢神 当天晚上你看到 在我旁边的那一个沙发的 那一排人 都接受了耶稣 哈利亚阿弥陀佛 掌声给你耶稣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人来 我讲紧张 我讲的第一次带队 没有人 等一下 不是很丢人 因为下大雨 突然间圣灵说 开始敬拜吧 我就敬拜 就在那边唱歌 然后慢慢开始有个脑 过后 感谢神 有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教会 的一些的弟兄姊妹 他们刚好去Google那边度假 他们一来就在那边灰景旗 我讲 哇 来了 我说可以了 我就觉得 哇 神的同在来了 他们真的是借着他们的帮助 人心也开了 然后 我就凭信心带领他们 那个红其中一个Auntie是 因为她的接待 让我去到Google这个地方 她一直跟我说 你不要太快 等一下他们会吓到我 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 神的工作在那边 我也是凭信心去带给他们 所以他们也接受了耶稣 而我要说的就是 当我们今天 可能你现在没有办法 可能做到像我这样 或者做到像牧师这样 或是像一些的组长这样 可以去做一些很 很行事的一些的步道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在今天 不管是大事小事 你愿意带着这个使命的心出去 带着这一个爱人无几的心出去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的工作 不要多从我们的家人先开始 好不好 刚才我说了 不要点自己盯太大的目标 当你愿意的一点 一点一点 你会发现你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大 除了去Google 我们也去这个 我们的老人院很可爱 我们在老人院里面 主办了一个 所以这些的老人 都是我们社工中心的老人 我们是带着爱人无几的爱 这位穿校服的这位Auntie 她是我们整个老人院里面 目前年龄最大的97岁 然后这个有点像风肥肥的 是92岁 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 我就不打汗了 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去帮他们化妆 他们很开心 我们就跟他们跳舞 每个人这样回到少女时代这样 然后就每个人很开心 然后包括一些Auntie 他们就很像学美这样出来走 然后男生的老人院就选 所以每天那个有奖品这样拿 就是很简单 去爱他们 神的爱就是这样的简单 我觉得人的一生 你走在一个对的路上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Amen 这也是我们很渴望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渴望我们一生是 走在对的路上 所以今天我在强调 当我们愿意的跟神的重要的指示 使命跟诫命做连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慢慢的走的路 会越来越对的 你走的路会越来越对 你会越来越欢喜快乐 所以当我去到帮他们化妆也好 帮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看到他们脸上的那个样子 会让你真的觉得是一件 很欢喜快乐的事情 人生我觉得神呼召我们 神要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去成长 只有一个目的 神就是要你欢喜快乐 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跟神的关系 有一个对等的关系 我觉得你们要先求神的果 神的意 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 它不是一个祷告的经文 它应该是一个提醒的经文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 等一下我们要唱的副歌 将我全人全心献给神的时候 以清洁的心来跟随神 当我们在做神的功 不一定只是带着一个观念说 神你一定要给我这些东西 当你抛开这些观念的时候 你会越走越轻松 务实的东西不再是成为你的一个重担 当我在慢慢走这条路的时候 虽然会有困难 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眼泪 但是我一直提醒我自己 继续地带着这个爱的双手 使命以借命的手 去拥抱旁边别人的时候 我会发现这条路 虽然它没有走到很轻松 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石头 到这边闪一下 但是我发现我每走一步 我是欢喜快乐 我每走一步 我觉得我是轻松的 我觉得我很快乐 我觉得我很幸福 我不需要为物质担心 我说的不是我很有钱 因为我知道 爱我的爸爸一定会给我 我们爱我的父母 就是这样简单 你爱你的爸爸 爱你的妈妈 我就是要把最好的给你 就算你不给我 也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我爱你 我爱神 就是因为我爱神 难道我因为 我爱你多少 我一定要期待你给我多少吗 我觉得神的爱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应该是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 我觉得我们的眼界要更开 当我们抛开这一些 所谓的物质的东西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虽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但不是你生命当中 现在最急的东西 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先把最重要的连接 做好了 一切我们人生中必要的东西 结婚 购买物资 买车 还是要有存款 等等的东西 神会一点点的加给我们 最后一张照片 跟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就很快乐 这是在我们的精神中心的一个安地 我去帮她做面膜 她比一个good 我问她爽吗 good 快乐吗 good 因为什么 因为她只会good 她只会比good 好爱人 是提醒你自己 我们一直被爱着 为什么 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是幸福的 你是一个有能力把 祝福给别人的人 你知道吗 帮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普通我们在服事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的满足感 那个的认同感 那个的价值感是很好的 当你觉得 你觉得你最近很忧伤 多一点去做一些帮人的事情 让你知道你是一直被神爱着 也在一直在被身旁的人爱着 爱神也就是告诉自己 我是被救赎的 Amen 爱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因为神救我 我回应这个救恩 因为神爱我 我回应这个爱 今天总结 当我愿意的行出大使命 完成诫命的时候 他不是因为我要神的东西 不是因为神啊 我做了这些 你要给我这个 你要给我哪个 不是 而是因为 你的爱吸引我 你的爱吸引我 愿意的去完成这个 你在这个世界上 所托付我要的事情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每一天的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的写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心 我敢愿设计一些跟随你 每一天我们再来一次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相复在你大的荣耀里 唯有你是我的力量 愿你指引 神圈在我的生命里 求神运更新 参观我一生 将我全恩 献上当作活性 神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以清洁的心 来单单的来侍奉你 愿你的旨意 把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生命里 求神灵更新 掌观我一生 请阿宝继续我们的手 一起来宣告 主啊 让你再一次的来接近我们 让你的爱再次的来吸引我们 一次让我们愿意的来快跑跟随你 是的 接近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荣耀 钟情 拜你 主啊 接近我们 让你的爱来吸引我们 请我 请我 快跑跟随你 在爱中遇见你 接近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荣耀 钟情 拜你 将我全能 先上当作活性 以心结底心 淡淡吃过你 愿你 愿你指引 神圈在我的生命里 求神圈在我的生命里 求神圈更新 来回应你的使命 以及你的诫命 因为这一切是因为你的爱吸引我 并不是主啊 我要在这些的事情里头 得到什么回报 那是因为你的爱单单的吸引我 你只让我愿意的来回应 这一份爱在我的生命 主啊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不再成为那一个 所谓的自私的人 更是教导我们 如何的更加的正确的 来爱我们自己 你只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出爱人如己 主啊 愿你来帮助我们 好不好 我们一起的来开口 你去为这一个的事情来祷告 让我们再见晚上 或许过去可能再这样的一些的事情 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方面 你觉得你亏欠了神 你觉得你 哇 过去的我 真的好像就是 以一个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代价的回报的 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 但是你不要定罪 神在今天晚上 要重新的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 祂要再次的借着祂的爱 来吸引我们 重新的来快跑来跟随祂 好不好 你勇敢的 你举起你的手说 主啊 让我以清洁的心 单单的来侍奉你 主啊 让我以清洁的心 来单单的来跟随你 也来帮助我在我跟人一人之间 主啊 我的心是清洁的 让我在人一人之间的关系的建议里头 是因为主啊 你的爱 是因为你的使命 是因为你的诫命 哈利路耶 我不能开口的来祷告 是让� 让圣灵帮助你 让圣灵在接下来点你力量 让圣灵在接下来 帮助你给你说对的每一句话 圣灵帮爸爸 三代 我祷告当你愿意的来与生命 来与诫命来做连结的时候 你会更加清楚的你的人生的方向 你会更加清楚的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 quisì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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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aqijich Xanayuha 巴巴巴巴巴山大 哈利古亚 山大巴巴山大 哈利古亚 好吧 大家 把你们手都高高的举在神的面前 那我来为你们每个人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今天晚上 主啊 我们再次的谦卑我们自己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过去我们可能 在这样的一切的事情里头 在你所吩咐的事情里头 主啊 我们好像带着一些 可有可无的感觉 主啊 甚至我们有轻看的 主啊 甚至或者 我们有一些不对的心态在里面的 在今天晚上 主 我们愿意的回转我们的心 并且主啊 你还要再次的来赦免我们每个人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就是常常以清洁的心 单单的来侍奉你 因为主啊 我们的回应 我们的服事 我们所爱的每一个的动机 是因为你的爱 因为主你说 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 主啊 交托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手中 神明我祷告 你要运行 你要充满在他们的身上 主啊 更是我奉耶稣的名字要释放一些 可能过去当你在爱人的时候 你遭遇了一些可能让你不愉快的事情 让你的心开始封闭起来的人 我奉耶稣的名字 你要在这方面开始被释放过来 你不再是因为人的情绪 而拦阻了你不再去爱人 你哪是因为神的爱 你更加的能够懂得去爱 并且你更加懂得如何的去 好好地去爱 主啊 交托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手中 愿意来使用我们每个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说 阿们 把我们要掌声贵的耶稣 好 感谢神 我们一起加油 阿们 好 最后让我们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再次的宣告我们教会的主题 因为这个主题是要念一年的 为什么 所以很简单 所以不要因为今年的主题有四个 哇 要应勤我个很困难 哇 要积极装备 哇 我不会读书的 我不要背经文 我不会的 经文这个要背的 然后要做主经兵 我不要 我不喜欢 我不是一个很能够做事情的人 哇 要见证主名 我很像没有见证 但是这四个的点很简单 只有一个 回到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吸引我们 我们能够做到 阿们 好 可以跟你讲阿们 谢谢 好 我们先来宣告 一 二 三 殷勤火热 积极装备 做主精兵 见证主名 哈利古亚 好 我们继续我们首买宣告主导文 成为我们今晚上聚会的结束 一 二 三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很多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老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祝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 愿上帝赐福大家 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 再见 再见